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昌浩 朴廷环是共同打进了四强 这样在世界顶级的围棋赛事上 中韩棋手再度平分秋色 英试杯创办于1988年 每四年一届 迄今已经是第七届 在前四届的比赛中 韩国当年的四大天王 曹勋炫 徐凤珠 刘昌赫和李昌浩先后问鼎 直到2004年的第五届 常浩才为中国队首次捧杯 2008年的第六届 崔泽汉九段为韩国队第五次夺冠 可以说 英试杯的历史 就是中韩两国为其兴衰臣服的一个缩影 当16岁的范廷玉 第一次出现在英试杯的赛场上时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将是一届不同寻常的英试杯 三轮战霸 范廷玉用一个华丽的三连胜 为中国最强新人的称号 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倒在他手下的 分别是日本的高尾山路九段 和中韩两国为其等级分 第一人的李适时与谭笑 刀下不斩 无名之将 这位在棋盘前 犹如昔日识佛一般冷静的16岁少年 隐隐已是一派王者之气象 不过 范廷玉能否在本届英试杯上称霸 还得问一问另外一位少年英豪 这就是当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韩国的朴廷环九段 这位18岁就夺得富士通杯的天才少年 被誉为韩国未来的围棋第一人 在本届英试杯上 他先后战胜了美国的杨惠仁 中国的朴文瑶和日本的赵志勋九段 四强的另外两个席位 分别被谢赫和李昌浩夺得 谢赫先后淘汰了姜维杰和古力 这是号称中国力量最大的两位棋手 卸合在半决赛的对手是范廷玉 一位是奇迷喜爱的淡定哥 一位是中国围棋的希望之星 这场半决赛注定让奇迷们内心充满着纠结 刚刚喜得前进的李昌浩 此番再现了昔日识佛 那不动如山的风采 面对老对手中国的孔杰和日本的张许 李昌浩收放自如 以两局完胜强势挺进半局赛 再一次证明了 在他的时代他依然是巅峰 本届英识杯上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日本的围棋大师赵志勋九段 这位永远顶着一头乱发的围棋斗魂 以55岁的高龄打进了八强 正如当年的轮椅大战一样 赵志勋永远是一个传奇 好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 为我们继续带来围棋古典名著 樊育要处总绝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企图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一起来 学习和品读诗乡下的樊育要处总绝 今天要学的两句是 叫做去敲有变 鱼从井 次饮无根可待机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像过去一样 我先把这个第一句给大家念一遍 以及它的注识 还有第二句 先看第一句 叫做去敲有变 鱼从井 它的注识是 必先去再敲后补 先敲则无去 若先补后去再敲 则彼凡打矣 这个是第一句的解释 那么第二句的这个话呢 叫做刺饮无根可待机 它的注识是说的什么呢 刺饮无根可待机 无变之刺物先 不特方便 且知敌内外掩卫 并显寻节之用 其实它这个注识也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第一句呢 就是说碰到某一个旗形 待会我给大家摆 那么你究竟是先刺还是先打 这个很重要 他就解释了这个先刺和先打 那么第二句呢 主要是说啊 有些棋对方有糊口 或者任何形式 你可以占便宜的这些棋啊 如果没有特殊理由 如果它不会变的话 它的保质期比较长的话呢 你就不要先刺 你不要把这些先手走了 至少 实际上下告诉我们 至少您是损了一个劫财呀 因此我们现在经常给广大棋友 在交流棋的时候呢 我过去曾经给大家说过 就是稍微绝对一点啊 我是说凡是绝对先手 如果它没有非常大的利益的话 这种绝对先手都是属手 为什么呢 它先决条件是说啊 没有非常看得见摸得着的 了不起的利益的话 这样的棋都应该保留 这些先手要保留 为什么呢 至少您损了一个劫财呀 很高兴 居然在这儿跟诗乡下 这个所见略同啊 行 我们现在就看棋盘 通过这个棋例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叫去敲有便宜从井 诗乡下大师 他说的是一个特殊的棋例 在古棋当中 一个什么棋例呢 我们知道古棋当中 下完新位之后 这个九三分头的棋比较多 这样给大家说吧 比方说他又挂了 人家九三分头这样的棋比较多 所以呢有一天呢 也许白棋就有这个拆二了 那么黑棋呢 也经常是有一个大飞角的 那么姑且不说 这个大飞角和这个壁柱 光看这个拆二刮新位 这个形状是经常出现的 那么所谓去敲有便宜从井 它具体的招法说的是哪一种呢 就是当黑棋盖过来 挡住 然后在虎 请各位注意 这个古棋当中啊 下这个盖头在虎啊 是在拆二的情况下 这个下法即使以现在我们的眼光来看 也是十分符合棋理的 它不是在空头的时候这样下 如果在空的时候这样下呢 说实话 这个棋如果没有周围的大气象的配合的话 黑棋这个下法是属手 是亏的 但是恰恰是对方多了一个子的时候 它这个下法就不亏了 还可能是好棋 因为对方多投入了一个棋子 以下定型之后 白棋这个棋型不见得效率非常高 它的意思是这个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要研究这个棋型啊 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叫做 去敲有便宜从井啊 来请大家看 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照古棋的下法总是下立的 因为我们现在呢 拿起棋子就可以抡这个了 古棋呢认为能够保留 尽量保留 所以他们总是下蹲 那么黑棋呢 他仍然也是反扳 来要求借力 这会儿呢 白棋经常也是 默不作声的先往脚上拐 这会儿呢 黑棋经常也是要把这个挡住 好了 挡住之后 接下来就是所谓 去敲有便宜从井 从招法上来说呢 这个招法并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它的意思还是很好 棋里很好 就是说这个棋 白棋当然总是要退这个的 但退之前呢 他要做一些什么事 你不做些什么事呢 将来这个也许借用会少一些 因此呢 总是这个先打是一个 我们的棋友也容易想到的 打完了再退 这是一个定型 那么我们看古谱呢 就会发现古人 他们这些 我们看得见棋谱的古人 他们这个水平都是当时很高的 他水平不高 入不了谱啊 当时的印刷和刻印条件都不像现在 随便谁都可以写书都可以入谱啊 过去是不行的 所以呢能够入谱的都是高手 从这些能够入谱的高手的棋谱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这个次序 90%以上都是下得很好的 他是怎么下的呢 请大家看棋盘 他总是先刺这个 他叫去敲有变 宜从井 先刺你这个必须要接 因为现在你不能折 这个轮不而蹲不行 人家先手把这个吃了 所以呢他先刺你只好接 这会儿他再打 那么你必须接 然后交换完了 他再一退 这个就叫去敲有变 宜从井啊 就是这个叫先去 刺嘛 面面相去嘛 先刺你接了再打 就去敲 如果有变的话宜从井 如果他后来注识就说到了 如果你这个次序错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第一 你先打这个 他接上 你再退 将来你刺 他就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接这个了 他有可能挡 也有可能爬 虽然一挡一爬 也不见得就很好 但是毕竟白棋刺得晚了 给了对手一个选择的可能 所以我们要说 把它搁在实验室里要追求 在可以追求百分之百效率的时候 人家试相下说的这个次序就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先去 去完了之后 如果你这个不打呢 去敲有变啊 你如果不打单退呢 坏了 将来您要打 人家就不接了 您这个都退了再打 您要就不接了 除了人家可以翻打之外 事实上白棋打的时候 根据情况 黑棋可以直接就脱先 直接就不理你了 你高高兴兴把这个拔下来 再发现 哎呦喂 我这怎么多了一个子啊 所以他这个叫去敲有变 宜从井啊 看起来说的是一个 他们说的 诗相下大师说的就是这个旗行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品读他在学习他的时候还是要把他这个举一反三 还是要把他延伸一下 他说的是双方 黑白双方在扭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呢 这个行旗的次序非常重要 哎 见功夫的时候就是这个次序 啊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 哎 认识他 理解他呢 相信就便于我们以后在别的旗行当中举一反三 这个就叫去敲有变 宜从井啊 还有次隐无根可待机 说的是什么呢 请大家看棋盘 我也给大家摆一个棋例 他还是讲的中心意思呢 说的是一个具体的棋例 但是实际上还是在讲我们对于棋子啊 他的生命力要有自己独特的认识 好 我要给大家摆一个现代的定式 就是这样的棋 假设这个在中国古籍当中是 这个叫小花 但是他们对子棋当中没有这个下法 让子棋是有 那么这个叫小花 后来日本人叫小木嘛 好 白棋挂黑棋二将高加 这个下法我们大家见过 假设有一天定式变招下成了这样 一间反加 这个下法呢 是白棋稍微勉强一点 但是毕竟在高手的对局当中 就是在近代高手的对局当中是有的 黑棋下一招盖过来 那么白棋在搬 这个定式呢 大家恐怕也是见过的 白棋下一招再长进去 现在呢 黑棋这个长呢 由于这个冲断太明显 所以就不行 但是黑棋也是高高兴兴的双柱 因为借这一双把这个子就伤了 撞得头破血流啊 可是白棋呢 又借用这个子的力量呢 他又顺便的进入了脚上 你说这个猫和老鼠啊 究竟是谁利用了谁呢 在这个局部还真的很难说 白棋利用这个反家顺便进入了脚上 黑棋呢 利用你进入脚上 把你刚才这个反家的棋子撞伤了 真是这个猫和老鼠 谁利用了谁这个说不清楚啊 好我们不说这个 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么下一招呢 黑棋当然就是把这个拐住 使黑棋的势力呢 这个形成一个呼应 紧接着呢 当然白棋也许在这一带分头啊 这个就是这个特殊变化 他的后续手段 接着我们来看黑棋 根据情况 他也许就把这个子厚厚的吃掉 这个吃掉非常厚 如果你不吃掉 有一天也许白棋争子有利会给你轮断 这个轮断还是作战比较严厉 因此黑棋在有机会的时候 这个吃掉是很大的 好了 下成这样的棋形 我们再来回顾 诗相下在300年前教我们的 叫做吃饮无根可待机 说的是什么呢 就说啊 虽然虎口的刺很重要 但是呢 有些刺啊 他说你应该保留 由此我们可以感到 对诗相下真是非常佩服 他把很多细致的问题 都早就注意到了 而且这些细致的问题 他背后是非常大的棋里 请大家看棋盘 就是这样的刺 不要刺 为什么呢 诗相下就说了 吃饮无根可待机 就是你现在刺 天黑了刺 对方都必须要接的 吃饮无根啊 他没有别的变化 不能更换的 他必须要接的 这样的棋应该怎么办呢 他轻轻的告诉我们 应该保留 他说至少你节约一个劫财 此外呢 还有可能你刺得早了 将来这个子被人家吃进去 对他这块棋的眼味有些好处 那么说到他节约了一个劫财啊 这个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个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在右上角这个特殊的定型当中 当黑棋要走的时候 如果他全世界劫财绝对有利的话 他一班一连班 你脚上就是打结火 当然这个节呢 黑棋负担很重 一旦打输 那损失的一塌糊涂 但是他毕竟有这个节呀 作为白棋来说呢 如果他小心翼翼 就是要防黑棋这个打结杀呢 他就可以先搬一挡 他再拖先 可是这一班一挡呢 将来人家打拔一个是先手 是不是啊 这个很清楚 打拔一个是先手 你必须要做活 就这样的定型 这一班一挡啊 我们看一看这个形状啊 白棋简直叫自相残杀呀 他让黑棋增加这个子 伤害了这一代的这个环境 所以这个下法呢 白棋是不能这样下的 他是要留着 因此双方在右上角这个节呀 都是有一个牵制 好了 这个有个牵制 我们现在就知道 作为白棋来说 他为什么可以不怕呢 他就说我别的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把我逼得 特别着急的时候 诗相下告诉我们 次隐无根 可待机呀 我给你抡这个节的时候 当你什么地方有节 你给我抡过来 对不起 我这有一个顺便的节材 我不仅不损还便宜了 就是您把我逼得 特别着急的时候 哎呦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这一家还是一个节材 好 那么就通过这个棋令呢 给大家介绍 这个刺隐无根 可待机呀 我觉得对这个棋呢 它是不是要刺 这个并不是最重要 主要我们要理解这个 我相信是诗相下 它希望我们能够理解的 什么呢 就是有些先手 不要着急去兑现 我们心里要想着 保留变化 也许将来可以作为一枚劫财 我们的旗友 如果能想到这儿呢 我觉得就太有意思了 好 今天关于这个诗相下 关于要是总决的话题呢 就暂时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聊 感谢王源巴顿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 王玉辉七段和陈莹出段 他们将为我们讲解的是 第七届英试杯 世界围棋锦标赛 范廷玉与李适时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七届英试杯 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十六强战的对局 是由我们中国小将 范廷玉三段 对阵韩国棋手李适时九段 不知不觉 中英试杯已经是第七届了 应该说 所有的中国企迷 对英试杯这项比赛呢 还是有的比较特殊的感情的 像当年第一次英试杯的时候呢 聂老师在2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曹清璇逆转 应该说 那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 一个大事件 造就了韩国为其 整体的一个崛起 是 对 而且呢 就是从那以后呢 韩国棋手呢 就是四连把英试杯 然后长浩夺得了一届 之后呢 又被崔泽瀚又继续得了一届 然后所以说呢 就感觉好像在我们印象中的 那些李适时 然后鼓励 他们好像都没有得过英试杯 是是 当年长浩夺得英试杯的那一次呢 是2005年 应该说长浩那一次 也是中国棋手唯一一次的夺冠啊 也是预示的中国为其整个走出低谷 迎来春天的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事件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四年一次的英试杯呢 每一次举行的时候都是吸引了棋手以及棋迷的绝大这么一个经历上的关注 对 所以呢 每个这样的世界级的顶尖高雄的时候呢 都特别想染指一下这个英试杯 像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李适时呢 我想他一定是对于这个英试杯呢一直是虎视眈眈 因为在之前的一些世界大赛他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都拿过了冠军 只有这个可能是没准是他心中一直的遗憾 还真是 还真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这盘棋 范婷玉呢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再给大家作为额外的介绍了 在我们这个清白 起码是棋拍乐的这个栏目里呢 我们最近是经常讲到范婷玉的棋 96年出生 16岁 获得过无数的好成绩了 已经是 对于我们中国的棋友来讲呢 是一点都不陌生 是 我相信李适时也不会陌生 像李适时虽然是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和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将交手 但是鉴于范婷玉在以往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 他一定会关注 一定会研究过范婷玉的棋 应该说并不算是一个遭遇战 这个网络时代嘛 只要是成绩好的人大家都彼此 都会有熟悉了解 就会看一下他的棋步 神交已久了至少是 对 李适时挂这个 好像在李适时的棋谱中 就正式比赛啊 面对中国流的时候 他还很少有挂这个的时候 其实现在我们讲了这么多年 中国流还一直存在 我记得前不久 在下精力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的时候呢 据说第一轮 那几十盘棋底都没有几盘是中国流 还有棋友们发出这种惊呼 中国流是不是一夜之间就已经被棋手们淘汰了 很难讲 很难讲 现在在重要的比赛里还是有人在下 对 这个挂角呢稍微有点味道 稍微有点意思 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呢 棋友们可能会关注到啊 就是这个完全定势还是要尖一下 尖一下 然后可能就从这边挂角了 对 这边挂角比较多 这边挂角我们暂时先不去太多的讲啊 跟本局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他为什么不先肩然后再去挂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如果说这边让白棋多了一个子的话 白棋很可能会有这种飞的手段 走在下面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手段 然后白棋就拆一个 那白棋可能比如说大陆 这样再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战斗 他之所以不先肩做这个交换呢 就是这个时候挂角你不好意思飞 因为这边实在是太宽了 对 这边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的话呢 黑棋从那边双飞燕就可以了 他就不交换这个了 将来走亮的时候可能就从外面逼了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 之所以这么下的一个原因 他先不交换这个 那作为白棋来说呢 对黑棋的这种想法肯定也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像实战白棋呢 歼33 这是非常契合的一种下法 对 你不是让我在这边先做判断 然后你再选择吗 那索性呢 我就不走了 把这个全都交给你来选择吧 对 这个是契合 那总的来说 黑棋能够在这连下两手进行双飞燕呢 从全局的速度上来说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个是在布局阶段呢 这种下法没有一定之规 就是往往看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实战呢 范田玉是一肩高加 这个棋相对少见 一般都是双飞燕在低位的这个双飞燕 它这个高加呢 就是变化就会非常的简单了 白棋只有从这边靠 对 压这个 然后斑 其实我觉得 就是黑棋想把这个棋下在这边 如果是低的双飞燕的话呢 是白棋有选择的权利 我到底是 从这边压还是从这边压 还是小尖完了或者从两边飞 都是白棋的选择 那黑棋这个呢 就是逼迫白棋只能这么选择 对 应该说 有一定的想法 这个拖相对来说少见 对啊 一定是长 一般来说是长了 然后再飞 对 我记得 我记得以前我下棋的时候 说针子有力还可以跳这个 那跳这个呢 白棋搬黑棋再虎一个 也有这样的下法 多翻一手啊 多翻一手 那我觉得宁愿这样不走了吧 哪个好 很难讲 因为如果你飞的话 白棋也可能在这里出现 白棋这手机也不是说飞要下的 那这个定式呢 是常规的定式 相信 基本上有个一出段时评的棋友们应该都会学习过这种定式 这个定式在双飞燕的定式里是最普通的一种下法 实战这个拖呢 没见过 说实话我以前也没见过人下过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小贩的新手啊 实战白棋也是顶 让他糊在这 对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觉得这两点哪个 这两个形状哪个好 我也在想 嗯 你第一感怎么样 我第一感这样好像紧入白棋的气了 但是这个紧入气好像 让白棋的这个气比较紧 它这个有利有弊 坏处呢是飞在这的时候啊 将来下一手这种跳比较严厉 这个跳呢 给自己留下下一手 白棋大概还是往下往下走 然后黑棋往上尖 就可以有可能能够攻击白棋的一块气 那走在这呢 自身的形状比较厚一点 就是黑棋自身的形状 这个眼位呢 会比较丰富一点 但是将来对白棋的这个威胁也小 后来我自己在家里研究了一下啊 我觉得拖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有可能斑呢 斑这个 实际上你试试这个顶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 它在顶 斑 就等于说我扒的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是扒 你没有往里飞 嗯 这个扒应该不会比飞好 比如说下成这样以后呢 白棋做了一个斑的交换 对 做了一个斑的交换 白棋这个地方可以继续定型 比如说白棋就连斑 那把它吃了 对 连斑这个黑棋只有吃掉 嗯 嗯 然后白棋 这个不知道要不要飞一下 就算直接加过来也可以考虑 这样的话 等于黑棋在这里的 有一些先手就没有了 白棋以后这个打尸总是先手的 嗯 嗯 那你这个正常来说 还是吃在这儿好 因为我想吃在这儿的话可以爬 我吃到这儿我就爬不动了 对 这个晨莹在这里走的是一个小小的片招 我差点没注意 我如果走这个真的被你爬 那你走这个 我现在马上就立掉了 打尺 然后提掉 对 我就是想让白棋把这下打掉 嗯 可是你如果打吃在这儿的话 我这个打是不一定打得着的 那可是我也爬不动啊 那你一定可以让我打不着 哦 那你机场还有跳的可能 嗯 将来你还有跳的先手 其实我们在这儿学习一下 我们在这儿讲的稍微有点跑题 但是这个其实黑棋要走的话 还是应该吃在这边 好吃在这儿 因为我每次都喜欢吃在这儿 因为想让人家马上把它打掉 不然的话我一会就爬它一下 嗯 如果在这儿呢 这个我知道 这肯定爬不动了 因为爬上肉的人 人下一手一立 这个等于 你这个想法稍微有点左 他这个首先还是不让他有吃 绝对先手 他现在打吃你可以不理的 但总的来说像成这样的话 白棋也不亏 甚至于有可能比他那个实战更好一点 嗯 实战白棋在这儿简单的顶 黑棋虎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形状 这形状反正我以前是没见过 我也没下过 嗯 这个判断呢 还有待于后面实战的检验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白棋来说 直接跟着搬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嗯 就直接跟着搬 不知道想办 莫非他除了粘以外还有别的 飞和爬哪个好 这个完全可以判断一下 嗯 那搬的时候只有粘 这个不可能有其他下方 这样的话是不是眼型好一点呢 嗯 反正实在下场这样的话 跟这个原始的定时相比 难讲 难讲 但如果是我下的话呢 我觉得我可能会 在他拖的时候 我可能会搬 选择刚才的那个定时 嗯 好 这个定时讲到这里 然后实战白棋是小飞 这个小飞呢 从布局的角度来说 扣一分 扣一分 嗯 我觉得要扣一分 满分如果是一百分的话 这个至少要扣一分 这个小飞 据我下这么多年棋 来打棋谱的过程来看啊 李昌浩和古力特别爱下 对啊 就是对方 而且对付中国流 大家这个小飞 就这么守一个脚 大家好像已经觉得很正常 那要看什么场合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你第五手下中国流 中国流我是二连星 我就飞一个 白棋第六手小飞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肯定是一百分的棋 嗯 但是已经下到现在啊 不一样了 跟这个布局的棋手局面呢 多少有点不一样了 尤其当白棋这接了三三以后 黑棋在这边想守实地 已经守不住了 这个时候呢 要想办法把它的形式给限制住 就是把它给限制住在这条边上 因为这条边它手控 手得很辛苦 嗯 它如果形式做不大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 应该考虑挂脚啊 低位和高位都可以 如果能够 普普通通的下成这个局面下 这个白棋是最理想的 或者高位挂也可以 高位挂就反正就是 拆高 稍微这个变化会少一点 低位挂 黑棋还有飞起来的可能 有这个可能 高位挂基本上黑棋就守一个 就算这样吧 就算这样 这条边我们可以看啊 黑棋呢很难守住自己的空 这有打入 对 这边有飞 这边也有打入 就黑棋即便走这个的话 肯定没补住 这有打入 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底下一大飞 这边什么都没有 而白棋呢 在这边多拆几度以后 逼着黑棋只能从这边挂 这边挂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 在这边进行去发展呢 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地方 这边由于白棋有这个大铁头在 黑棋这个头是软的 黑棋的形状呢 是自保有余 自保是绰绰有余 形状非常厚 但是想在这里撑起来形式 想为大控 那就不足了 比较难 所以白棋的这手棋呢 虽然说看上去是一个很常规的形状 大家可能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发现很多棋手都下过 对也很正常 但是在今天这个局面下 有点特殊的局面下 这手棋要扣一分 就是在职业棋手来看 扣掉这一分可能跟胜负没什么关系 但是确实从布局精益求精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是理事实相对来说 不是他技术的最强项 这手棋不是很好 把黑棋飞这个 黑棋飞这个之后呢 能看出点差别来了 黑棋自身的这个形状 它不是 它不是扁的了 它不是扁平的了 立体的 它马上就立体起来了 一旦立体起来的话呢 将来白棋就不太满足于这种二路飞 可能就要去打入了 对 那这样的话就肯定不如刚才那个形状呢 白棋更容易掌握局势 所以这是这手棋的略有疑问的地方 然后白棋还是从下边来走 这个肯定是要走 这手棋呢价值很大 肯定是要走 但是别人刚走完以后 你再走过来呢 相对于刚才这一个孤的小木 又加了一个小飞之后的形状呢 肯定要厚实的多 你现在这手棋在逼住别人厚的地方 怎么也感觉有慢了一步 迟了一步的感觉 所以说呢 那应该是之前的问题 小问题 因为现在如果不走的话 我觉得黑棋走过来 它依然很大 太大了 我就随便插一个 我觉得就挺大 对 它这手棋可能走在这里算了 走在高位算了 这个地位呢 给了黑棋后面一个比较容易发挥的一个空间 实战黑棋尖冲这个 对 好奇 这个尖冲真是下得不错 他是不是想让白棋这么爬一爬 他在这一阵 这就连骗了 这是肯定是黑棋的 预想图 对预想图 对预想图 本身像这个形状啊陈炎 当对方逼住的时候 如果你暂时没有看到这个尖冲 你的第一感是下在哪里呢 正一个 对 我也是 我的第一感也是真 我相信很多的职业棋手 包括棋友们 跟我的感觉应该差不多 有的这个第一感是正一个的棋友们的 会非常多 其实讲在这说句题来话 如果在观看我们这些节目的棋友们 您在看到这个形状的时候 您的第一感是正一个 我觉得已经值得表扬了 您可以给他发一个业余几段的 我觉得发个业余三四段肯定没问题 这个证书 发个这么正书肯定没问题 这个确实是好点 但是一个阵呢 为什么对于像范婷玉这样的高手 他在实战中还是没有采用呢 就是多少有点损失地的嫌疑 而且他觉得对白旗这一飞 就算靠他就退出 这个控守度还是非常的厚实 而且很大 黑旗把这些先手都走完了之后呢 大概会跳 大概会守这边的空 可这边的空呢 手起来还是有点困难 起码人家靠一下以后啊 以后留个这种班这种班 这骑想吃尽对方的还是很难 作为职业骑手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骑手来说呢 一般他不愿意先损失地 损得那么明确 对 像这个地呢就损得太明确了 然后呢 后面什么先手也都没有 这个对于黑旗来说啊 多少一点不太情愿 而且他不想让人家可以围到四路空 他希望把他最好你再低一线 就这样三路 所以才有了他这个尖冲 然后他想把你先压低 他这个尖冲呢就是 说起来也是挺黑的一手棋 就是特别追求效率 但当然白旗如果这么爬那太高兴了 对 你最好你再这么肃过 对啊 然后他正好就震过来 如果这么下的话 那就不是理事实了 那就被让我子的实力肯定是 很糟糕了 那就是 那总的来说呢 这个尖冲啊就是 他蕴含了很多暗劲 他不像那个就是练外加功夫 这一拳打过去以后啊 他就是这一拳的力道 这一出拳呢 他除了表面上的那个刚硬的功夫在里面 就是你要是害怕你就从底下走 但如果你跟他作战的话呢 他这个棋很柔和 你比如说实战里是是跳起来 不能够容忍刚才那种屈辱的行为 他这个子还是很轻 他不见得非要马上去跟白旗作战 比如说他就着这个吊子 继续再来唯恐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子就是放在这里 让你跟一根刺似的扎到你的这个 扎到你的比较难过的地方 你想拔也拔不出来 这种棋就是让人非常难以对付 实战范婷玉是先在这尖顶了一下 这个尖顶呢可值得上去 其实值得上去 他可能是希望如果人家立一个以后再走 你要再飞 再走 这个可能就更理想一点 就是连这个地方 脚上的味道也会变好一些 但这个尖顶确实很难尖顶到 基本上对方不太会可能赢 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我想白棋会立一个 那白棋会立一个 对有了这个白棋就不肯立 因为这个扳就不是价值不出特别大 这边反正也不是白棋的空 对白棋差一手 你就算扳它退 你再爬它再跳 这个这个子可能走着走着就反而伤掉了 所以这个尖顶呢不太可能尖顶得着 实战白棋是正这个 正这个 尖一个也可以 如果我下的话可能会尖一个 就是不用着急去破 尖的话黑棋在这想围空 应该已经很困难了 黑棋就这么围一个 这么围空的话其实围的很小 这个空呢就是显得这两个子效率不是很高 而且走完了之后呢 由于黑棋并不肯去交换这个 比如说白棋将来一靠 这个空围的味道非常的坏 大概正常还是要扳 你扳它再一扳 你打吃 它也不用力 它就扳一下这个你就很难受了 你这个打吃先手 好 那我就再吃一个 对那这样的话 这个空围的效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它再上来进攻你这个字 嗯 这个空如果是这么围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还是不太心甘情愿的 我觉得李世时的棋风呢 确实是比较有进取心的 他一般不愿意下这种 就是一个挨一个的这种 比较厚重的棋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李昌浩 或者是瓢渊瑶 空杰 这样棋风的人来下棋呢 很可能会考虑这样的棋 好可能会选择这个 先冷静的看一下 是是 因为这个镇呢 更加适用于在对方是一个深谷的概念里 就是两边黑棋都撑起来了 嗯 我们举个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如果是如果是这样的棋 那么随便举个例子 这边也是黑棋有可能能够撑起来的时候 这个镇呢是绝号点 是绝号点 现在像这样的棋 这边黑棋已经欠了一手棋了 这边也没有起来 其实黑棋在这个地方的发展呢 即便有一个字 它的发展也是有限的 不是那么的恐怖啊 所以这个镇呢 显得稍微有点没必要 而且把自己吓薄了 不如一个一个的走在一起 你不管是围这个还是围这个 反正都没有围踏实 嗯 白棋自己走后了之后呢 可以选择这边比较严厉的进攻的手段啊 这是属于一种积蓄力量的一种下法 那你事实可能觉得这种下法呢 就是速度上偏慢 它的性格比较急如暴雨那样的啊 就是不会下这样的棋 对 如果是这么稳健的话 就没法体现它的力量 嗯 风格 风格不一样 实际上正 正的话黑棋飞出来 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虽然显得黑棋这手棋呢 速度有点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手棋 还是对白棋这边的两个子的形状呢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白棋这个变薄了 现在黑棋再飞出来的话呢 这边都被切割开了以后啊 在这个局部的作战 还是黑棋的话语权呢 可能会更加的充分一点 对 毕竟是在黑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是 然后白棋下一步 白棋挂这个 对 它挂这个 好像震之后的连贯的手段 是两边靠一边吧 是 它两边都不走 我又跑这挂一个 会不会有点 跟这手棋的连接上有点脱节 对 问得很好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实际上它这个挂 就是在为了后面的手段啊 做一些准备工作 它现在直接靠这个是不行的 直接靠黑棋简单一搬一脆 白棋就崩溃了 好 那我现在没有好的引针点 对 没有办法 没有好的引针 就是像是这种什么 靠一靠这种 这太损 靠它长 那我把这个冲过来 冲过来没有得到实际的东西 它再从这边搬出 把你断开 你吃它就退 黑棋又守住空了 又在外面走出头了 这个白棋是不可能 不能满意的 这白棋不能满意 靠这个是不行的 那它最容易想到的 就是靠外面 靠外面是可以考虑的 对 这回我的针子 是不是就有力了呢 对 这时候 这时候针子有力了 那黑棋会打吃一下 就变招了 对 那我可能夹出来 还是打 就这么打了吧 大概要打吃 夹出来的话 它就把你吼住就行了 你在里面做活了 这个太痛苦了 那我打吃吧 吃掉我一个子 还吃吗 不能再吃了 单吃 那就打吃 对 这样的话 我打吃了 我可能会打吃的压过来 这样的话 黑棋把白棋这两个子 切在外面 白棋总的来说 还是显得有点 活的价值不是很大 因为这边已经有白棋 这个尖三三的子 并没有说对黑棋的实控 造成多大的打击 对 这个图呢 对于白棋来说 还是不太满意 那两靠都不行的话 那当初这个震 不就白震了吗 所以它现在挂这个 所以它挂这个 要求做一些准备工作 它这个震呢 刚才说过了 黑棋的形势 不是特别的恐怖 所以呢 本身白棋现在后续手段 还是要尽可能的压缩白棋 压缩黑棋的实地 它现在挂这个呢 正常来说 黑棋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尖顶 对 不让对方进脚 白棋如果能够很 如果能够交换到这几手棋 就开心了 这就可以靠了吗 然后再靠下来 这个就跟刚才就大不一样了 还是靠这边 对 再走成刚才这个局面呢 再打吃 这几个字会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讲 那这样的话 黑棋就不能放心的 这样打了压过去了 在打吃的时候 白棋就提了 现在说虎出来很重要 你走这个 再一跳 对 这也出问题了 这个是黑棋崩溃图 刚才如果先想像这样 肯定是交换不到这几下的 因为这边还欠着死棋呢 所以呢 白棋先挂 就是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在职业棋手看来 对方的这种意图呢 是很容易被解读出来的 对 原来他先挂一个是在做准备工作 在做准备 在做准备 那小贩肯定能识破他这个意图 是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常规的一种 一种意图 是在黑棋跳这个 跳这个呢 应该说是这个局面下唯一的一手棋 其实刚才陈寅所担心的还是有道理 就是现在来看 这两手棋的交换是非常损的 白棋这个和这个交换啊 对于白棋来说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亏损 一下自己变重了 当然这边呢有所得 这个挂脚要不然 要不然你挂脚的时候 黑棋也不会从这边去逼 对 白棋虽然有所得 但是总的来说 外面的这个损失还是挺让人心痛的 嗯 而且你并不是说 你一挂脚你就活了呀 是 你还要继续的付出代价 对 这个拖了虎呢 是常规的形状啊 做结 替结 现在白棋好像要想找着 黑棋的结材 有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 好好找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当黑棋逼住以后 这个做结的手段 虽然是明晰的 但是 确实很难找到结材 对啊 就是这种断 太损了 平时说这个断 这个值得 这是结吗 值得 这肯定是结 我想你要不用我 这一打吃一尝出来 你就受不了 但因为这边的结 你即便提了以后 黑棋退回来也没有搞定 你还得继续去开结 而且你开结 就算成功的话 你无非是自己活一块棋 这边太损了 这个刚才陈寅讲的 这个参考图呢 其友们可以引以为戒啊 就说这个 这个结 虽然是结 但是呢 用这边呢 去找这个结 损的太多 对 我们一般打结的概念呢 都是说正常的 不先找损结 这是一个铁的一个定律 找损结是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你哪怕这个结 真的损了十目 但是你后面有一个八十目的结 在等着你呢 你找完结以后再提过来 你就可以把这番棋赢下来了 那这时候没有损不损的概念 对 那你像这个结 本身的价值呢 大概也就是二十多目棋 对 这一手棋就损了 天损十目 天损十目 这种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下法了 等你损完了以后呢 无形中等于 等于是什么 等于这个结 对于黑棋来说 就变成十目了 它就变成十目的结了 但对你来说呢 变成三十目了 就是基本上轻动是一样的一个结 突然间就变成你自己很重 对方很轻的结了 对 那这结就打不动了 不能这么去打结 那作为白棋来说呢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提结 白棋实战靠这个 这个靠呢 是白棋一直想下的一手棋 白棋拿这个靠这个来寻结呢 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但是实际上稍微有点不太成熟 我觉得啊 就是从后面实战的角度来看 黑棋提结之后 白棋在这时候找结 白棋还是应该先斑 斑这个 对 白棋应该跟 要换一下次序 那我就糊一个 如果你跟着糊 它再提过来结 这就比较开心了 那我现在没有结的话 我就退一个好了 退 那然后它再烤 然后顶一个 顶一个 那这地方就可以 白棋就可以跟着下了 后来白棋不敢跟着下 白棋或者说 现在直接开结 用这个铺当结材也可以 铺这个 这个斑呢 是等于找到了一枚结材 这个不损是吧 这个不损 这个不损 你这个断等于是被别人多吃了 从外面吃起来了 嗯 这个铺跟它一度上交换一个 这个还好 实战白棋在这找结 有一个什么严重的失误呢 就是白棋第一个结 先用这个铺找结 但是当黑棋 那黑棋顶的时候 它为什么不继续跟着下了呢 对 它实战就不敢再下了 它如果下的话 它怕脱不了手 你走这个人家肯定断 然后你怎么办呢 你大概打了虎 你可能如果正常的话 你可能是打了虎 那走着走着 这个结可能变轻了 比如说 黑棋往外跳 你也往外走 走着走着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当黑棋一沾 这个脚可能就 太大了 就全死了 对 白棋就没有时间去 去再处理这个结了 它担心在这脱不了手 所以呢 它走完这个结之后啊 实战 它是先铐了一下以后呢 马上把这个结提回来 但是这个呢 其实也是犯了兵家大忌 因为这个铐和这个顶交换之后呢 这个形状是应该继续走的 对 我觉得它这个不走 跟 如同我这样打结 没什么区别 哎 稍微 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陈英老师不要老爸 好一点了 对方揪过来啊 因为我觉得这被你拐出来 这个的损失绝对不比这个小 你这个呢 基本上是损一手棋 嗯 就是你走在里面 别人从外面把你吃掉了 这种是损一手棋 它这个呢 它可以看成什么呢 等于黑棋走了一个 黑棋花了一手棋 在一个不急的地方 这个交换呢 那白棋这么挤了一个 这个挤是很损 但是它没有损失一手棋 比你这个还是好一点 还是好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也是很损 因为这个形状呢 对于黑棋来啊 你看特别的厚实 对未来的作战呢 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 那么白棋呢 在付出了这边 这么大的代价之后呢 总还是要想办法在这个局部啊 嗯 把这个节征呢 尽可能的利用一下 就是在这里呢 要取得一些比较理想的战果 啊 可是现在呢 白棋这地方很难过 就是虽然你提了一个节 但是在这个局部下 白棋的下一手棋啊 还是受制于节财的影响 嗯 没有办法有特别理想的 马上的这种开节的手段 啊 如果是直接打节的话 对 比如直接打节 没有节 还是没有节 对 还是没有节 这个很头疼 陈炎老师可能又要去找一个节材了啊 这个节材还是不能找 这个节材你找完了以后啊 等你再走别人也可以找节了 你这个节太损 太损 比如说等会他 他就靠这个 他就靠这个 或者说这边压 这个不是节了吧 这个我就吃到这儿了 这个也很恐怖 嗯 因为你毕竟先损了 先损了很多 嗯 总的来说像这种节呢 还是不太能找 对于职业骑手 就像李昌浩 李师师师这样的高手来说呢 这个节找不出手 对 他不愿意先损 嗯 这边的损失也很残重 其实 嗯 这时候呢 对于白棋来说 他这个现在没有节 实战白棋是搬的这个 他现在去造节材 希望黑棋跟着虎一个这样呢 是 他就有一个铺的节材 哎 如果你现在虎的话呢 他现在打节 他也不用打在这儿 他可以打在这里 等你提的时候呢 他再铺一个 那是绝好的节材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呢 对于白棋来说 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呢 这个时候 黑棋就不跟着用了 对 黑棋实战 提结 嗯 然后白棋打直 接上 白棋提一下 这时候黑棋就忍荡了 算了 退回来 嗯 总的来说呢 这个局部啊 白棋先损太多 这个还是 对于职业骑来说 还是挺损的 对 我觉得这个损失 确实是挺巨大的 最要命的就是 这个节 你这个 黑棋随时我再走一个 你这棋好像 还是要被黑棋吃的样子 是 实际上黑棋就算 他补一个 由于这边太厚了 黑棋补一个之后呢 白棋这四个子啊 弹性虽然丰富 但是还是跑不出去 基本上是要被黑棋 杀掉的形状 嗯 那作为白棋来说 如果回过头来 还是被黑棋杀掉的话 这半边等于 没下了东西 从这个镇 到这个挂 到这个靠开始 全都还是被杀掉了 对 应该说棋下到现在呢 黑棋已经有一定的主动性了 嗯 毕竟白棋这个结怎么开呢 就是 还是要受制于 没有结材 受制于全局的这种结材的匮乏 然后现在从这边加工 对 白棋等于是开PDR战场 他希望在这个 这边刑棋的过程中呢 能制造一些结材 是 那他这个 就算是 还算是有收获 是 这个结如果将来白棋能打赢的话呢 毕竟双方实际的这种均衡性 还没有被打破 可是这地方当黑棋贴出来啊 想知道接材也挺难的 因为这个双方都很难脱手了 这就是一个基站 嗯 一起搬 然后跟着连搬 这连搬是局部的好奇 连搬是局部的好奇 本身如果白棋没有这部连搬的手筋的话呢 在这个局部已经很难下了 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你退的话 黑棋就抖不出来了 黑棋就抖不出来了 很舒服 这个形状抖到这儿 白棋这个加工就是失败的 这个加工没有意义 但白棋也不能断 白棋如果断的话 黑棋就算简单的抖 你如果挡下来 那上面感觉 对 黑棋直接从这儿一断 白棋就要崩溃了 那你只能从外面打 这个脚上就被黑棋给杀掉了 嗯 所以这个形状呢 白棋的连搬是局部唯一的一部下法 嗯 这也是 确实是一部好奇 这个黑棋硬起来还 确实有点头疼 有点麻烦了 有点头疼 如果你尝它才结赏 那白棋开心了 哦 那这个字刚好是点在黑棋的方上 是 你现在 你现在要再在这边连回的话 那这个交换就看上去 就对于黑棋来说 就无法忍受了 太痛苦了 对 所以呢 连搬的时候黑棋也只有虎 这个虎也是唯一的一手棋 嗯 然后白棋断 白棋再断 对 这个连搬跟这个断呢 是相关联的妙手 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连搬和虎的交换呢 这个断是不成立的 直接被对手给吃掉了 嗯 现在呢 黑棋吃 它上面可以蒸 对 现在黑棋吃白棋利的时候 黑棋如果再挡这个蒸子 黑棋是不利的 嗯 黑棋只有这么下 对 双方这地方表演得很精彩 很上 吃完了再一尝 嗯 白棋拐出来 对 这个拐出呢 看上去是在二路啊 嗯 不太好 可是呢 就是白棋拐之后 黑棋这个棋 确实在这个局部 已经没有办法下了 如果你尝的话 白棋在一扳 哎 这个棋你已经拐不下去了 你只能从上面来 嗯 所以说在这个局部呢 黑棋是不能轻易动手的 白棋这一拐 虽然是在二路 但是自身的形状是很安全的 嗯 白棋也要做活 嗯 白棋立 然后再爬 这手棋白棋吃在这儿 其实我想 可不可以下在这儿 下在这儿的话 它斑 这个也有点不舒服 斑我就补一个 嗯 那你这边不能落后手 你这边落后手的话 它飞下去 这手棋下这还是很大的 哦 飞这个 嗯 那个局部 基本上已经是火棋了 这边 白棋还是要征先手 在那边走一手棋的 嗯 其实光吃这两个字 价值不是很大 光吃这两个字 跟死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话 就是一些纯木术 它实战抠吃这个可以理解 抠吃这个呢 就是 黑棋大概要断 黑棋实战断 哦 然后再吃 对白棋吃这个吃坏棋 白棋不应该吃 白棋就应该走这个 哦 就这么吃下来吗 对白棋应该走这个 这个跟你刚才相比呢 实际上黑棋就多吃了两个字 对 在活棋的基础上 多了一些木术 但白棋在这儿 多一个字还是很厚 现在白棋在补棋 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 这样的话 下一手要扑死这个棋筋 嗯 本身白棋呢 有点担心 将来黑棋从这个地方 把这个字跑出来 但是白棋现在吃在这儿呢 这个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对 因为这还有个铺嘛 对 黑棋如果接上的话呢 白棋就跳出来 嗯 你要是现在敢跑的话呢 应该说 对于黑棋来说 还是有点过分 对 黑棋太重了 这样下的话呢 白棋应该明显的 比实战要好 这边显然是白棋的一个 成空的一个实力范围 而且呢 黑棋如果不粘的话呢 白棋全局很厚 如果粘出来的话呢 黑棋继续要受到白棋的攻击 黑棋很重 白棋应该说是还不错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从这个班打驰到加工的 这么一个作战的结果呢 黑棋还是稍微有点不太满意 那是白棋力量发挥的很好 这个连班下的好棋 实战黑棋在这儿呢 实战白棋在这地方下的呢 很奇怪 就断的时候啊 他去吃这个 这个肯定是坏棋 这个是坏棋 黑棋还是要吃掉 这个吃掉价值很大 嗯 脚上的木数非常大 然后这时候白棋在吃呢 他不是吃在这儿 他吃在这儿了 争取下一手提掉 可是呢 现在白棋吃这个 黑棋就不接了 黑棋这边已经变轻了 嗯 对 因为下边好像 这个木数上啊 这个白棋已经亏损 是 白棋毕竟没有树在这里 嗯 所以当吃在这儿的时候 白棋落了个后手 黑棋转身挡在这儿 这时候黑棋全局来说呢 是非常流畅的啊 这边的实力很多 那边也活了一个大角 现在全局的形式 对于黑棋来说是不错 嗯 现在贴 是 成 把这个飞出来 飞出来 实战黑棋在这个地方啊 应该说下的特别的漂亮啊 我们好好地欣赏一下 实战黑棋之所以确定盛势呢 也是在这边的作战呢 会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对 普通呢 大家可能都想着怎么跑 嗯 而他呢 是想着先在这边制造一些头绪 是 这个拖断下的非常的漂亮 挡住 哎 然后呢 他再单退 这个单退呢 是值得起我们学习的一个手段啊 所有的变化全都保留 单退这个 这边留着吃 这边留着家 看你怎么硬 嗯 如果吃回去的话 就已经被黑棋便宜了 对 如果吃的话 黑棋再一吃再一拐 那就等于是 间接地通过弃子呢 就把自己的整体的形状给吓厚了 这也是黑棋的一个 预想的目的性 所以白棋一定要撑个下 白棋跳 然后黑棋拐 看上去好像黑棋在这个局部呢 多死了一点子儿 但是呢 本身双方在这个局面下 是一个对攻的形状 黑棋如果能通过弃子 把自己走后了 在未来的这种对攻的一个 作战的前景上呢 就拥有一定的主动权 对 现在黑棋拐这个 白棋贴 这个贴呢 是过分的 白棋这个时候啊 是 还有 只有结 只有结 嗯 但只有结的话可能 对于李世世来说啊 他不甘心被对手 就是这么 我觉得黑棋是不是就这么压两下就算 就很开心了 嗯 但他这个贴呢是过分的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说白棋这个贴是败招呢 也可以不过分 也不过分 因为后面的计算啊 李世世可能在什么局部出现了问题 实战 看范田玉抓住对手的这部过分的棋啊 这一拐一般太厉害了 这个白棋一下子 其实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就感觉这个局部好像 嗯 白棋非常危险啊 再爬进来 这个局部呢 确实如后面 看着一丝丝死 对 如后面实战的这种进程呢 确实白棋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等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局部的完成的一个图 我们就发现一个判断啊 就是白棋还是亏了很多 他实战加 加 加 黑棋利 对 白棋现在不能断 白棋现在如果断的话呢 黑棋这么下 黑棋吃的一反吃 你现在直接跟外面杀气肯定不行 白棋还是要利用这个 可是走这个时候 黑棋一拐吃 白棋就坏了 白棋这两个不敢跑了 如果跑的话 人家一路提在这儿 这个局面 下一手要夹死 下一手杀气呢 这边也是杀不过黑棋 嗯 所以白棋这个夹完了以后呢 是不敢断的 这个棋是很痛苦很痛苦 加完以后它只有单接 还得粘回 对单接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要补一个 这个要补补的话 断点太多了 嗯 这时候要补一个 然后 其实这里边这外边已经损了一手气 对 而且这个本身的形状呢 黑棋虎一个就是好形 嗯 这个挤的力小还很损 损了一口大气 主要是 嗯 白棋现在这个大头鬼呢 是收气的好手筋 这个气我们要学习一下 但是这里面仍然是没法净杀黑棋 是 铺一个 提掉 做个眼 哎 黑棋这一般呢 做出一个结来 白棋必须得走 嗯 嗯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局面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啊 就这个局部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看成一个双活 看成一个双活 以后黑棋如果沾 白棋挡在这儿就是一个双活了 可是这个双活呢 对于白棋来说 又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毕竟这个脚原来是白棋的 现在黑棋在这儿提了这么多子 还有很多木树 对 黑棋还是先手双活 而且黑棋走成先手双活之后呢 自己变成一个大后世 而白棋得到什么呢 白棋只有这几个子孤零零的飘在外面 嗯 所以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势均力队的双活 那实际上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胜负已经分出来了 对 这本身是白棋的脚 木枚了 对 木枚了不说 然后自己这个 就这么几木棋了 而且黑棋变厚了之后呢 这边白棋这三个子也变得非常的薄 所以这个图对于白棋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黑棋已经可以脱先了 黑棋现在转过来挡住这个 这个太大了 这一手棋至少有20多目的价值 走到这里呢 黑棋在全局的实力上啊 就是处于一个 已经领先了 正面的一个领先地位 然后白棋搬一个 白棋搬 这个时候黑棋先问应手 先接一下 对 看看你是跟我走生活还是打结 毕竟这个地方白棋是选择的 是 如果你走生活的话 他就把这个一吃 只要黑棋自身能够安全地活掉 这个全局的实力 白棋已经永远都追不上了 如果挡这个的话呢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就是一种认输的下法 白棋实弹 李氏是奔勇的拼在这儿 但是拼在这儿呢 然后黑棋也马上就开结 对 而且这个开结稍微有点早 我觉得其实 可以先放一放 就先吃一吃 对 制造一些 反正白棋补一手也补不掉 然后他得补两手 然后我还不如先把自己走过 然后顺便再制造一些解采 是 如果你再提 他就算再吃 你就算再提 这都没关系 等于黑棋永远不用 这个单关这儿放一手棋了 那实战呢 小范是年轻气盛 他打进来 他肯定是看着有劫财 所以说他就打进来 他觉得这个局面 但这个打结的时机 掌握的还是有点问题 冲 这个不是结了 现在已经 黑棋不可能找到白棋的结 嗯 白棋肯定是走什么 都把这个提掉 这个打结这么被提掉呢 对于黑棋来说 还是有点心痛 嗯 对 那就是说我开结之前先冲呢 先冲被提到这儿了 然后就提到这儿 它也不会粘 对 这肯定不行 现在黑棋在提 好 现在白棋在打吃这个 这样的话呢 本身刚才黑棋这个后事啊 就变成快死的棋了 应该说在这个局部呢 黑棋损失还是很大 像这种局面下 这个单关 这个毕竟是一个单关 塞了一个子 小范在这儿开结的这个时机呢 掌握的稍微有点问题 然后现在黑棋也太契合了 就把这个提了 只能契合了 现在白棋呢 白棋局部可能应该走这个 对 能不能把黑棋吃掉呢 能吃 能吃 现在黑棋只有接回来 白棋补一手 把这个吃掉 但是这样的话呢 我判断了一下形式啊 看上去白棋在这个吃的非常大啊 有75木棋左右 对啊 这么大一个角 很大 应该说黑棋在这个地方的作战呢 损失很惨重 但是黑棋由于前面几手棋 都走在了木树上 包括这个连提了三个子啊 提的价值也很大 黑棋就算现在补回来 这块棋也有六十多木 你有六十五木左右 加上这边的二十几木 总体来说的形式呢 还是黑棋好 就这样也黑棋好啊 这都死了也好 只有一方控 白棋毕竟只有一方控 黑棋这一条大边和这一个大角 加上未来的这种后世的发展啊 这还是黑棋形式不错 嗯 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用来解读 就是为什么李士师 后面他没有选择这个下法 他吃在这儿 他要去全杀 李士师那棋下的也真是够凶狠的 他要去全杀 确实如果不这么下的话呢 像刚才那个参考图 还是黑棋的形式好 嗯 可是这样 这一块全杀的话 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个像这种吃和这种点呢 都是李士师风格的解 但这种杀呢 应该说成功的可能性 很小 很小 简单的 小贩简单的在这儿 贴了一贴 连续的贴 看上去这个下法很很朴实很俗 那这个棋确实已经不可能杀掉了 你如果再长 黑棋就算 黑棋就算这么做个盐 你也杀不掉了 对 你再点再加 对 这个棋肯定是不可能杀掉的一个形状 然后转到这儿的时候呢 白棋先去开结 对 白棋发现他已经制造出来结材了 所以他跟黑棋开结 黑棋 小贩很淡定啊 很有大奖蓬度 连结都懒得提了 因为提的话被白棋 被白棋退 还可以当结材 反正这边肯定是有很多结材 是 关键是小贩还是判断清形式的 不用跟你纠缠这个结了 把这个做活 嗯 只要黑棋把这个做活的同时呢 还把白棋潜力的这个 成空的潜力给破掉啊 黑棋这边得的还是很厉害 嗯 整体的形式呢 黑棋还是把握的优势 对 嗯 白棋在这儿冲断 哎 这个是白棋可以获得的一些 嗯 比较愉快的回报啊 但是黑棋呢 忍耐住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 提掉 提掉 黑棋现在争得先手 逼住这个全局最大的大厂 这时候黑棋的优势 还是说非常的明显 明显 嗯 让白棋搬一个 嗯 黑棋在这儿定型 因为白棋这个班是为了破黑棋这边的空 对 黑棋这一步 上面又都是空 但是黑棋在这边的定型呢 非常的愉快 这个定型很舒服 嗯 一边收着关呢 一边就搜刮白棋了 嗯 白棋这时候还得走 嗯 黑棋冷静的就跳 逼着白棋要在这儿去做活 做活 嗯 白棋实战尖 对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小范后面实战的这手棋长呢 稍微有点 值得推敲 管了吧 对 其实现在作为黑棋来说 黑棋继续在这儿走是最大的 黑棋就 好 顶了虎过来 对 这个价值非常的大 白棋呢 已经不好意思再下了 白棋如果再团就是后手了 可是如果不走的话 以后黑棋打吃了再拐 还是先手 这个定型呢 官子价值非常的大 而白棋在这儿 似乎黑棋不走 白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 白棋顶多就连回去嘛 那黑棋做活就行了 黑棋做活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这个黑棋是乐胜的局面 对 黑棋这块棋本来也没有什么追求 对 就是做活了也 本身黑棋这个不仅厚 而且官子的价值也是很大 嗯 小范尝这个 把这两个子牢牢地吃掉 那时候其实当然也不小 可是白棋跳出来之后呢 这个局面 他肯定啊 尝这个他就是在瞄着这边的出洞 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优势局面下呢 实战 黑棋的这种选择呢 多少显得有一些没有必要 啊 其实像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稳稳当当的从这儿靠住 这两个子也不会有危险 嗯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应该说 也很简明 更简明一点 小范这个T 确实是年轻 年轻起手就是充满了这种充劲 啊 这个被跳在这儿呢 黑棋现在还得补一个 现在显得这两个子 多少有点危险了 对 现在大家可能就会担心 这两个子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白棋在这儿做一下 准备工作 你提的时候 他再一大照过来 这时候真的有点提 黑棋捏一把汗 看上去 本来刚才好好的 都很厚的这个形状 是 起码给白棋的一种 就是拼命的机会 嗯 提 就是小范虎上来 利用全局的这种后啊 白棋反正也不敢打结 但是白棋飞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棋 其实多少一点看不清 实战呢 黑棋在这儿先点了一个 对 因为白棋这边 确实也很危险啊 这两个子被吃了 这就藏在这儿 也很危险 白棋虎 白棋这个虎呢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的败招了 白棋这个棋要走的话 贴一个应该会更好一些 嗯 贴一个的话呢 这个局部黑棋想杀白棋 不是很容易 比如说黑棋如果现在提节 白棋在这儿先补一个吧 补一个争取 把这个争取全杀掉 现在让黑棋来杀这个啊 黑棋也不好吃 未必杀掉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实际上他虎这个的话呢 黑棋现在提节啊 白棋就不敢脱鲜了 否则的话呢 黑棋贴过来 白棋这块棋是非常危险 哦 所以他现在赶紧去这样补了一个 但这边是该黑棋动手了 这样的话呢 黑棋先动手了 白棋也吃不掉黑棋了 走这个 靠一个 只有顶 嗯 然后 小范这个先靠 再靠 这是绝佳的手筋 连贯的手筋 但他要出头了 对 这一尝的时候呢 白棋现在最强的手段是 走过来吃 但这个图是不成立的 如果白棋这么下 黑棋虎是先手 然后再一搬 你得吃这个 嗯 然后白棋冲 黑棋冲过来 等你断的时候 他在一般这个 这棋白棋是 无法吃掉黑棋 对 所以呢 实战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 长到这的时候呢 白棋只能无奈地 就是放弃了 对黑棋的这种攻击 嗯 提 还有拐 拐 白棋在这先刺一下 嗯 这个虎 这样的话黑棋全连回来了 白棋呢 又没有全局没有劫材 只能够很痛苦地在这接回去 黑棋一接 就粘上 嗯 白棋这还得补齐 嗯 黑棋等于说全都连回来了 对 黑棋等于全都连回来了 这个棋白棋就毫无收获 黑棋收到这个关子 嗯 这个白棋拿黑棋也没办法 对 黑棋就顺利的也还是大逃亡了 对 他这盘棋呢下了305手 后面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 总之当黑棋下了这一手棋 全都连回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双方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嗯 黑棋的盛势呢是不可动摇 我来看这盘棋 总的来说还是觉得是小贩 发挥的非常理想的一盘棋 对 这个呢在十六强战中呢 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盘棋 那范棋玉呢能够顺利获胜呢 对于我们奇迷来讲 也算是振奋人心的一件好事 是 下的非常的精彩 嗯 那今天呢我们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二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文评论道 到这里呢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再次感谢各位奇友的收看 奇行天下 其乐无求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